其實玩音樂是很困難的 玩完大家做過迷的他們不清楚 每一個歌手或者每一個作曲的人都很困難 作曲的時候演藝方面都經過很多要過濾 要修飾 其實在歌出到家的時候可能你會聽到很精彩的東西 其實花了很多心血 想了很多 也可能少了很多人的心血 因為我們要遷就香港的音樂市場 其實我們情緒情緒情緒一心聽到那些歌 可能大家都很開心很喜歡 但是對我們Beyond來說 是絕對有一個距離的 在音樂上來說 所以創作的時候我也很害怕 會不會這首歌和時下流行的很大距離 會不會別人不喜歡聽 都在考慮這件事 這段時間我經常想到很多關於我們未來的國家的構思 一些想法 為甚麼我們人會這樣 為甚麼會這樣 所以又寫大地之後 到睡眠星之後我們歌手叫做長城的歌 那在這裡我花了一點時間解釋 其實我也做了好時間 我以為你們不會悶 聽我講話 那長城這首歌 其實我也講過一次 跟記者朋友為甚麼會寫長城這首歌 那因為我們中國人 我們都很留戀一些 就是五千年歷史的國家 都很留戀一些很偉大的建築物 我們中國人經常都因為我們今天的落後 不進步 被人恥笑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 我們有長城的 你有沒有 我們有甚麼 你有沒有 全部都是一些以前 正面過來的 一些已經是過去的偉大的建築物 我絕對不希望我們中國人 永遠停留在懷面過去的一些輝煌史裏面 這些輝煌史已經過去了 我們要建立我們明日的輝煌史 我們為將來做得更好 我絕對相信中國人 就是在這個世界上 是這樣的 鼓勵長城 小蝶馬 大約 小蝶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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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蝶馬